嘿大家好,我是艾溜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下下一屆的轉裝人狼 Kade Cunningham 當你看到一位球員 他會左右切入,左右手拉端上來 運球後急停出手 step back,跳投,小掏球 同時又有出色的組織進攻,傳球視野 你會想到哪位球員 Daniel Harden跟Lillard 那如果他同時可以背框單打 再進去碰撞後得分 這樣的球員我只想到Luca 東七七 這樣進攻非常全面的球員很稀少 東七七一進聯盟就因為他的球技 被譽為NBA歷史最佳新秀之一 Can't beat LeBron 我是強生 Shaq 飛人喬丹 那你再想一下東七七 但他擁有七尺的臂展 且比東七七好一點的運動能力 那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Kade了 2021年的NBA選秀被公認是NBA超級選秀年 除了Kade以外還有Jaylen Suds Evan Marbley Jaylen Green Jonathan Kumanda 但今天現場Kade 因為Kade被譽為是怪物中的怪物 Kade的身高為68吋 體重220磅 臂展7尺 然後主要打空袖後尾 他的身高加上臂展跟空袖的角色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Ben Simmons Ben雖然競爭端非常當機 不敢投籃 今年季後賽還創造了NBA季後賽歷史最差法球名中譽 但他的身體能力出色是因為頂尖防守者 在防守貢獻上面 我認為Ben其實還比爵士隊的Drobert還好 如果再來看Kade的話 我覺得Kade合理期待他也可以成為頂尖防守者 Kade的身材優勢、運動能力足以讓Kade在高中時期斬壓所有對手 而他的運動能力也有協同保證 Kade的爸爸曾經是美式足球明星 而Kade的個個在NCAA的舞台上打過球 所以他算出生在運動大家族 所以Kade小時候是一位雙氣球人 每次足球和籃球都拿不到他 然後實際上Kade在國中時期以前 還是打美式足球居多 在美式足球場上Kade主打四分圍 日後他自己也說 這給他未來在籃球上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 因為四分圍在美式足球是傳球的角色 讓Kade在籃球場上的視野非常好 Kade高中前幾年讀了離家比較近的Boy High School 天賦出送的他高一新人就站穩了先發 並攪出長軍15.2分、6.4籃板跟三組中的成績單 更是帶領球隊殺進冠軍賽 同時Kade也獲選為德州分區最佳高一新人 高二的K更上一層樓 每場平均貢獻是8.8分、8.2籃板跟5.3組中 除了榮獲全區榮獎之外 高二賽季的Kade更是收到了許多大學的獎學金 而高三的Kade則轉學到了美國知名籃球育校 Montverde Academy 並在當年賽季長軍中心11.4分、5.7籃板 聯武足中 被Mac Perce評價為全美高三勝第二隊 Montverde因為Kade來到 球隊一路過關載將打到冠軍賽 可惜最後被決殺沒拿到冠軍 不過隔年Montverde招攬了更多的高中球星 包含了全美排名第五的Scotty Barnes等人 於是Montverde被許多分析是評委美國高中歷史最強的陣容 而組成宇宙級戰隊後Kade在場上的負擔不再沉重 每場只需上場22分鐘就能交出 13.9分、4.2籃板、6.4組中的成績 帶領球隊以25勝0敗這支奪得 此來年的走冠軍 通常像Kade高中一樣靠身材優勢打球的球人 到了大學或是MBA對手升了一個級別後 就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利用過人的體能斬壓對手 球人就很容易陷入地槽,可能因此一決不勝 但是Kade不一樣,雖然Kade也經歷了一波地槽 他化危機為轉型,逼出了自己的潛力 使出那些以前用不到的高級招式 這也使Kade不再只是用體格打球 而是加入更多人的技巧 其中就包含了三分球投射進步非常多 最後Kade大學籃球生涯在瘋狂3月的第二輪 遭淘汰 但他大一角出的成績單 平均20.1分、6.2籃板、3.5組中跟1.6超級 比高中時期的數據還強 不過這跟Kade在大學跟高中球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有關 Kade去的大學比較不有名 只因為他哥哥在Ockahoma State University 當教練助手就選擇了OSU Kade自然也就是球隊主力球人 他每場比賽都會造對手、雙甲甚至三甲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跟東七七不一樣的地方 東七七從13歲開始在馬德里開始打球 這個經驗Kade是無法比的 東七七在自己硬是得分 跟幫隊友製造機會上平衡抓得非常好 而Kade這邊兩項都做得非常好 但在球隊比賽時無法堅固 有時候他會過於執著得分 但也因為一直被包夾所以常常偷丟 要不然就是他進攻太消極 對手可以輕易守住全隊 不過我想他在NBA打了幾年之後 應該會學會這些東西 像是缺氧一樣 一開始幾年別式進攻組織平衡不了 但今年就進步非常多 而且把老鷹隊帶到東區決賽 而像Kade這樣的球員很吃隊友的三分能力 Kade大學的隊友就是三分不穩定 所以他才常陷入包夾之中 所以之後他來到火殺隊 或是其他的NBA球隊 要讓Kade成功發揮必須找到三分能力強的隊友 我私心是希望他可以去火殺以外的地方 因為火殺的GM交易結果都不太理想了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不過在結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些奇怪的新聞 就是最近胡人Alex Tarusso 因此有大馬在德州被警察抓 還有一位NBA新秀測試體能的時候 獲了NBA紀錄 他助跑跳高48英吋 大約120公分 我覺得真的扯爆了 那上一期有觀眾問我以前的影片怎麼不見了 我來回答一下 因為我曾經刪了這個帳號 所以雖然帳號恢復了 但影片找不回來 不過我應該會想辦法問一下 Youtube的影片怎麼辦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為大家談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